马桶人vs监控人多元宇宙系列第18集来戏 等这集等的我花都谢了 很多小伙伴们都有疑惑 小黑你为什么前面17集都没讲 直接就开始解说了最新的18集 这个说来话长 那我还是不说了 我们直接进入本集剧情 监控人与马桶人开局就上演了一波空战 很显然 这波马桶人的空中实力很强悍 很快主视角在降落伞的保护下 平稳的降落到了下方的监控人基地 可以看到 基地已经遭到了马桶人重创 看着倒地的同伴 主视角拼尽全力将其拖到掩体后 接着他便捡起了地上的RPG 准备解决左侧的马桶人 但突然这个马桶人 头也不回的向右边撤离 随后伴随了一阵浓烟退去 一个与当前环境格格不入的 彩色马桶车缓慢行驶了过来 这是在给监控人们送神秘马桶惊喜大礼包吗 下一秒 从中弹出了一个拥有着一双卡自然大眼镜的 接着一阵极其欢快的音乐响起 伴随着音乐结束 左侧的监控人竟鼓起了掌 很显然大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突然下一秒 眼前这个惊喜变为了惊吓 主视角意识到情况不妙 迅速掉头逃跑 转身再次看向身后时 这个马桶人已经发了疯似的疯狂破坏 同时一阵阵烟花在夜空中炸裂开来 主视角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倒在地 危机时刻 一个庞大的身影出现 不出意外的话 是泰坦监控人来了 主视角还没反应过来 泰坦监控人就直接倒拔垂扬柳 迅速结束了战斗 一场短暂的血雨从空中降落后 主视角向左转动了视角 那辆卡车上似乎在运送着什么东西 下一秒转过头来 泰坦监控人似乎又收到了新的指示 只见他点头示意后便迅速离开战场 独流主视角看着地上的马桶人残害 陷入了沉思 画面随即来到了小丑马桶人与马桶人博士这里 小丑马桶人与马桶人博士的相遇 会不会意味着一场新的世纪大战即将展开 不得不说本集作者DOM制作的非常nice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记得多多点赞订阅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或建议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点关注不迷路